以前的人就发生这样 他们派兵去是为了要引请这个大师 为了引请这个大师 这个吕光呢 他就派这个大将吕光进军归之 来引请旧摩罗斯 中途的时候 闻尖就闻到这个府尖 府尖就是他们的国王 府尖被他手下摇藏所害 被他的手下所害 因为吕光在外 他带了大军在外 结果国内他自己的国王 就被他的手下所害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了 后来姚长他本身还要继续这个任务 还要想引请这个旧摩罗斯 但是引请又没有办法 又没有完成 他自己也身亡了 也亡了 也往生了 还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 也往生了 那么他的儿子姚新就立 就接任这个国王之位 就引请这个 这个师就指旧摩罗斯 迎师入官 奉为国师 当然他也是派兵去 他第二次又派兵去 又派兵又到归之 又去引请旧摩罗斯 所以你看两度派兵 就为了引请他们国家的大使 所以他们遵这个贤人之事 是这么用心 这么用心 所以反倒我们现在的人 比较不是遵这个贤人 这个精神我们现在是差很多了 斯乃吉沙门 这中间有一段小插曲 就是这旧摩罗斯 他有跟他的这个归之国王 也跟他就跟他讲说 说希望不要战争 对方只是要我 只是要我 就是这个姚新 派兵又来引请 派兵要来打归之国 那目的只是希望 旧摩罗斯能够到他国家来 希望归之王放人 这个旧摩罗斯就去跟归之王讲 讲说 就跟他说 他是宁可 不要战争 你就放我去好了 我跟那里的人 有缘分 这归之房也舍不得 因为这是国宝 他这人才是国宝 他舍不得 但不得已 还是让他去 还是让他去 但是因为 所以这是旧摩罗斯的命运 可能也是诸佛菩萨的安排 因为他 这个姚新 也真的是一个 想要复兴 复兴佛法的一个 一个好国王 他也一定要靠政治的力量 在古代 他靠政治力量 佛法才有办法兴 因为你个人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因为他要 他这个旧摩罗斯的目的 他一生的愿望 就是翻译经典 你翻译经典 没有政治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他一定得靠国家的力量 才有办法翻译经典 所以他就 也趁这个时候 也趁这个姚新 他的国家还算 有点旺盛 有这个财力 物力 有办法 祝他翻译经典 所以他就过去了 这时候呢 他就集了沙门 集了沙门 所有的沙门 大概八百多人 八百多人 生 赵 龙 瑞 这都是当时候一些 很重要的大师 很重要的大师 八百余人 于逍遥园 翻译经典 这逍遥园 大家也稍微要有一点认识 这是我们古代 易经的一个重要地方 逍遥园 逸经的一个重要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翻了三百多部经典 逍遥园这个地方 翻了这么多经典 他就在这里翻译经典 就三百九十余部 遥情红十八年 我们刚刚讲 遥情红十八年的夏天 于草堂寺译出 法华经 法华经 我们现在所练的 让中国人能够得以 就我们北传佛法 能够得以新传的 得以兴盛的 这个法华经 在这里译出来 命他的命 身类讲之 来开始开讲法华经 这个俊莫罗时呢 最后当然他往生了 时将终 就是他将要往生了 于大众前发诚实 试 在大众前面发了个试言 很诚实的一个试言 愿所翻译经论流通后试 谱义 谱义有情 愿所有翻译的这些经论 能够流通到后试 能够利益到有情众生 能够利益到有情众生 若所传 没有无谬 没有错误 没有这错误 没有错误 无谬 当时露灭火化 蛇不交烂 就当使我呢 让我 我露灭 如果我往生的话 给我火化 用火化 我的舌头不会烂 就真的 于宏死十一年 八月二十日 原集在长安 为后舌根不坏 如红莲花色 你看 就是它的舌根就没有坏 就像红莲花 用火烧不坏 这个火去烧 这个舌头烧不坏 这舌头是一定烧得坏的 但是它烧不坏 烧不坏 这中间也有一些小故事 舅莫罗斯 舅莫罗斯也有一些小故事 好 那 我们今天时间 不算很多 但是 我们稍微讲一下 舅莫罗斯呢 它为了翻译经典 它把自己也牺牲很多 因为这个 姚欣虽然喜欢佛法 也爱舅莫罗斯 可是居然 他做了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就是 逼着舅莫罗斯 还属 逼他娶妻 逼他娶妻 那为什么要逼他娶妻呢 因为这个 姚欣 他说 你这么有才华 又是国宝 你要留下后代 要留下后代 他就逼着他 要结婚 要生小孩 他说 你要是不这样的话 我不要让你当国师了 这个 舅莫罗斯 很难过 可是他想一想 为了佛法 为了洪妖 他必须要靠这个国王 他才有办法翻译经典 所以他就真的 取了一个妻 就按这个国王 这个姚欣 这姚欣 他虽然喜欢佛法 可是他没有修行 他只是好妖 可是他没有这概念 他还是世间人的概念 觉得要传子 传宗接代 他还是世间人那种概念 这个国王 所以他就 就做了这个事情 历史上很有名 就是 朱莫罗斯 他不得已 就娶了一个妻子 当然这是不得已 这个在 这个在戒律上 他是不会违反的 因为他是为 他是等于是 为大众死 他是没有办法 他是牺牲自己 来成就未来广大的众生 不过呢 因为这样他的弟子们 对朱莫罗斯就怀疑了 怀疑朱莫罗斯的修行 所以后来 他就有一个小公案 就是有一天 就是有一天 这个 朱莫罗斯看很多弟子 因为他有几百个弟子 几百人 几百人 光翻译沙门就八百余人 如果其他的 其他也加的话 大概上千人有了 这个这么多的弟子里面 当然看到自己的师父 娶妻了 他开始就心里很多疑问问号 所以大家就谈论 是非就很多 有一天 朱莫罗斯看大家这样 不了解师父的心胸 也不了解师父的那种远光 以及为难处 朱莫罗斯有一天 他在吃早摘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就命令厨房 每一个人的波里面都放铁钉 铁钉啊 都放铁钉 每一个人波里面全部放铁钉 那他自己的波也是铁钉 那么大家就过堂吃饭 以前都是过堂吃饭 那么过堂吃饭 大家就一看 我的波怎么不是饭 是铁钉 那么他自己的 他看师父的也是铁钉 大家还是坐下来 坐下来准备吃饭了 供养完就准备吃饭了 结果朱莫罗斯就把那铁钉 一根一根吃下去了 就把它吃完了 然后吃得还很欢喜 吃完了 然后就看看大家 大家就每个人就愣住了 就愣在那边 这个时候朱莫罗斯就讲了 如果你们能够把眼前的铁钉 全部吃下去 你们才有资格来讲我 才有资格来谈论 然后他就开始 语重心肠来讲说 如果佛法没有国家 你们怎么样子来译经 那他我现在受到这样的困难 你们应该要体谅 他就讲了很长一些感叹 就是一些话来开导他的弟子们 说师父是为了广大众生才这样 并不是很想要取妻 不是这样 所以这旧摩罗斯是很伟大的 非常伟大 不过这个姚心 他也是有果报了 后来姚心 往生也不好 死的时候也不好 那死的时候也是很不好 好 这个就我们不用多谈了 好 这讲我们这个意 意者 好 我们翻回来 好 所以 这个第二次的翻译经书 就是这个 《纠摩罗斯》 好 他这个 这次翻译就是 的经叫妙法莲花 好 妙法莲花经 就是现在我们 现在要准备讲的这一步 随带人寿 在随朝 好 人寿 人寿是随文帝的时候 随文帝 好 大兴善事 好 大兴善事 好 大兴善事在西安 南边 2.5公里的地方 大兴善事 北天逐沙门 蛇纳极多 后所翻着 同名妙法莲花 好 这个 这个大兴善事 我们现在台湾也有一个大兴善事 对不对 好 大家知道为什么叫大兴善事吗 好 大兴善事的由来其实很简单 因为那时候的国王 那时候的国王 他把他的 就是这时候的随文帝 好 我讲这时候的随文帝 好 那时候的国王呢 他为了国家长久 都是他的子孙 他就所有的名字 包括他的国家的 皇宫就起于大兴宫 取名叫大兴宫 他的良庭就取名大兴庭 所有的一些重要设施 就是大兴什么 大兴什么 所以连寺庙也称为大兴善事 好 所以那时候 又因为这样 所以才会有一个大兴善事 好 大兴善事 被天竺撒门 好 这个蛇纳吉多 他也是 那时候也算是一个翻译 很重要的一个人 好 这个人呢 他 他在西元523年到西元600年之间 他的岁数 他的年代大概在这时候 好 他翻译完之后 也没有多久 就差不多也 也差不多往生了 所以他这翻译的年代 也差不多是在西元 也差不多在西元600年前后 翻了之前 所翻的这个 这个妙法莲花经 他这翻的 翻的这部经的名字也一样 也称妙法莲花经 同名 后所翻着 同名 妙法莲花 好 三经从踏 这念踏 从踏 这念踏 好 就是互相对照的意思 好 互相比对 好 蚊子互成 这里面的 三个经 互相 好 来比对 好 互相对照 它里面的蚊子互成 都摆开来 成呢 就是铺成 摆开来 互相摆开来 里面的蚊呢 这旨意 这三个经书的 文的旨意 都互相给它摆开来看 好 摆开来看 好 时所从 时所终上者 皆红情本 那么 在那个时候呢 他最推崇的 都还是 这个 龟之沙门 就莫如时 后情 红十八年 所翻的 好 后情 这情本就讲 这个情是指 后情 遥情 好 这个 这个所翻的 这个本子 皆红都 弘扬 这个情 的这个本子 好 至于 知品 别迹 不无 其流 据如 蓄力 故非 所述 好 对于 其他的 一些品 还有其他的 一些迹 就是因为 都是红 这个情本 红这个情本 那么 其他的 版本的 一些 枝节的品 还有 记 也很流通 不无其流 就是也是 也很流通 据如 蓄力 在经典上 经验上 各方面 都很 讲得很清楚了 好 就是说 这些 其他的 枝品 别的 记 在各个 其他地方 据如 蓄力 都讲得很清楚了 故非 所述 我们现在呢 就不用再多讲了 好 那现在就专门就讲 这个本子 情本 好 主要的本子 就是 旧摩罗斯所翻的 这个本子 是现在 所主要 要讲的 好 福以 灵欲 降临 非大圣 无由开化 好 就是 福以 灵欲 降临 这福是一个 开头语 好 所以 灵欲 降临 好 灵欲呢 就是好的地理 降临 就是有 好的人才 好的人才 好 因为古代讲 好的人才 常常讲 天上下来的 好 所以都用这个 降临 其实这个降临 不是道家 只有才有 这种用语 我当开始 我看这个降临 两个是看不习惯 因为那个 这好像是在讲 道家 什么 降笔 这样 这个 看不太习惯 但是 现在看 才比较慢慢了解 其实我们中国语法 这个佛道 很多语法 是通用的 是通用的 这个道宣律主 是非常正统的 佛教 他用这个余词 用余词 在我们现在 这个时代来看 才能想象说 他那个时代 这种用词 是正常的 这用词 是正常的 降临就指 我们这个人才 下降到 人间的人才 非大圣 无有开化 就是我们 北传 这个国度 淋浴 就是有好的地理 你看 我们有四大名山 台湾也是个宝岛 台湾也是个宝岛 然后 这个 有这么多 好的地理 有这么多 好的人才 投身在这里 非大圣 无有开化 你没有佛 没有佛 来开化 是没有办法的 非大圣 如果说 除非是佛 要不然就 没有办法 让这些 都能够开化 让 这些人才 能够得以 又提升 他的这个 这个修持 是化所及 非席源 无以导心 这个佛呢 所化的 所及 适合佛所化的 所遍布的地方 遍及的地方 所遍及的地方 所遇到的地方 非席源 无以导心 就是没有 这个 如果不是 过去 有缘人 我们是 没有办法 来引导 他的 所以 这个 中国 它是 我们中华民族 它是一个 与佛 很有缘的 国度 如果没有 过去 过去 生中的缘 也没有办法 让这些人 能够受到 佛法的 教化 无以导心 也没有办法 如果没有过去的缘 也没有办法 来教化 现在这些人 所以 你法华经会 赶召来中国 那表示 表示 中国它本身 就是具备了 就具备了 这些缘分 所以没有过去 这一缘 我们没有办法 来开导 来让 这些人 能接受 所以 底下 所以 仙愿 告成 大家注意听 仙愿 就是指 鹿野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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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名称 它就称为 因为它很多 这个仙 这个字 这个佛 在古代书里面 也有曾经 以仙来描述 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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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称为 大仙 那很多仙里面 它是最殊胜的仙 所以称为 大仙 大仙 这个是 古代的用词 仙愿告成 仙愿就是 鹿野愿 因为鹿野愿 住了很多 成就的大德 鹿野愿 鹿野愿就是 佛陀那时候 初转法轮的地方 就称为 鹿野愿 鹿野愿 好 告成就是 这个初转法轮 有个开始了 就是 已经有一个 有一个圆满了 告成 有个圆满了 从那个时候 才开始 积分 小大之别 这个积呢 就是指 我们的根基 众生 所有的根基 它分为什么呢 大胜 小胜之别 小大之别 这个小跟大 我以前在刚学佛的时候 都是称小胜大胜 可是 因为现在 比较有 二胜 就是 泰国的 南传的国度 常常 就是 很多人到南传 去学佛 所以 有些人就认为 他们不应该 称为小胜 不能用小 来描述他们 所以他们对这个 小这个字很敏感 以前我在读这个 法官佛言所的时候 我就为了这个 跟我的老师 我每次都举手 跟他讨论 因为我的老师 他就是 很推崇 阿含经 他对于小胜 说你们不能称他 小胜 你们要称 称为他 他说 不能用小 这个字来形容他 我那时候是很推崇 这个大胜 我又是坚持念佛 在那个时代 我就跟这个 因为我那时候很年轻 还不知道这个小 这个字对他们 有那么严重吗 我在课堂上 就跟我老师 就常常辩论 辩到下课 我还陪老师走回家 在路上又跟他辩论 所以后来我才慢慢想 这小字对他们来讲 影响很大 后来我对外来谈论的时候 这个小胜 一般是讲罗汉 原诀 阿罗汉 声文原诀 声文跟原诀 就称为恶圣 所以对外我就常常讲 恶圣行政 恶圣行政 就是阿罗汉 就是罗汉 声文就称阿罗汉 原诀呢 就是讲批字佛 批字佛 这叫恶圣行政 但是我看这个古代记载 这小这个字 是经常有的描述 积分小大之别 小大之别 小呢就是指恶圣行政 罗汉原诀 就是声文原诀 大呢就是大圣 菩萨圣 菩萨圣 大圣 所以大小就称为三圣 三圣 分为三圣 声文原诀 以及菩萨圣 积分大小之别 所以先愿告成 积分小大之别 就是入也愿开始出传法轮之后 圆满了之后 众生的根基 由佛陀 他在讲法的时候 就给他分成这个三圣 小圣呢就恶圣 大圣就是指菩萨圣 加起来总共三圣 有这样的差别 金河 顾命 金河 顾命 金河呢就指恒合 恒合 金河 不过这个我先保留一下 因为这个金河 我查遍所有资料 这个 可能我查的不够多 我连很多字典我都办出来 佛教的 也觉得 我看不到有金河 恒合也没有称金河 那但是呢 我在录音带听其他法师解释的时候 有提到金河是指恒合 就是惠律法师有讲到这个恒合 它是指恒合 那我们这里目前是以恒合 但是前后文来看 这两个字应该是代表恒合 应该是没有错 应该是代表恒合 金河 表恒合 这个是我们现在先用这样子来看 顾命 顾命叫移命 移教 就是人在往生之前的移命 就是移属 顾命就是移命 这指佛陀 他在往生之前 要教导给众生的移命 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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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满之科 在恒河沙 在恒河边 佛陀呢 他要往生了 要往生了 那么他给众生的这移教 他的道 就是修行的这条道路 他有这个书就是有差别的 差别什么呢 分为什么呢 差别在哪里呢 半满之科 这个半就是指小圣 满呢 就指大圣 满指大圣 半满之科 科是指分别 什么科目 什么科目 各个不同的分别 道书 半满之科 就是这个修行 这条道路上 这个道 修道 我们讲修道不是指道家 指我们修这个佛 这个修道 差别呢 是有分小大 半满之科 因为小圣 他并没有圆满 所以称为半 菩萨圣 他是可以到最后 是可成佛的 但是呢 他也是 也是有六度万行 但是因此上 因为他是要讲 可以成佛的 所以他称满 有半满之科 岂非教 批圣时 无足何其高会 如果 岂非就是 如果不是 教就是 一代的实教 就是指 我们佛陀 这一辈子 所讲的 这些教法 批 圣时 批就是被 这个被 我们有 我们念批 比较好 批就是涵盖 圣 二圣 大圣 就是指 我们刚刚讲 半满 或者讲小大 之分的 指 二圣行者 还有 大圣行者 岂非 如果不是因为 一代的实教 涵盖了 涵盖了 二圣跟大圣 那么 这个无足 就没有 这个无足 就是 就无法 无法的意思 何其高会 这何是一种考核 但是这里是讲 才有条件 才具备这个条件 可以参与 法华经 这个高会 这个高会指 法华 零三会上 这一会 就是佛陀讲 这个法华经的时候 他这个 这个零三会上 这个法华会上 法华会上 就称为这个高会 这个高会 无足 就是没有办法 有条件 可以进入到 可以有条件 参与这个 法华经的 这个高会 法华经的 这个法会 讲经说法 这个法会 高会 就是指法华会 指零三一会 好 大家这个要 要 要记得 要记得 所以 我再讲 再讲一次 好 其非教 批圣使 如果不是 一代的实教 这教 一代的实教 就是这个 佛陀这一辈子 讲的这些教法 好 涵盖了 二圣 大圣 就是之前 他先讲的 二圣 大圣 才有最后 往生 佛陀 涅槃前 好 才开始 最后宣讲 法华经 好 宣讲 法华经 好 法华经是为了 因为之前就已经 先讲了 小圣 大圣 最后 才开始 用法华经 来收 来 来启发 所有的 小圣 大圣 所以 要讲法华经 它的先觉的条件 先觉条件 一定 大家要具备了 这些基本基础 基本条件 就是 你要先懂 要先已经有 小圣 有大圣的概念 你这时候 听法华经 我就很欢喜 这时候就很欢喜 你一定有这些 基本的修持之后 这时候呢 再来听这个 佛陀来讲 所以就无足 就不足以 有这个条件 来参加 来和其 这个高会 和就考核的意思 考核的意思 四肢 五千 退席 未尽 真慢 之仇 四肢 所以 我们就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五千 退席 这个呢 五千 退席 这四个字 是指 法华经上的 经文的 内涵 有一段 只描述这个 我们现在就 你们大家先 如果没有读过 法华经的 就先保留 没关系 这个五千 退席 他意思是说 佛陀呢 在讲 法华经的时候 那众生 三请 不止 这个 一直请 佛陀讲 法华经 佛陀呢 都一直不愿意讲 先 先没有讲 因为实际未到 第一次请 佛陀没有讲 第二次请 佛陀也没讲 因为这个法华经 太难了 很深 怕大家不相信 所以佛陀呢 请两次众生 就是 这个 这个 弟子们请法 佛陀都没讲 第三次 弟子在请的时候 佛陀就讲了 可是开始讲了 准备要讲了 有五千 五千 罗汉就退洗 五千个 当然这个罗汉是 还没有证 他是真上慢的 罗汉 他 就是他本身 有着焦慢心 还有个焦慢心 所以佛陀准备 要讲法华经的时候 有五千个人退洗 我们现在算算 才几个人 所以那个 那时候 佛陀一讲就五千 准备要讲就五千个人 不听了 就离开了 好 就当场起坐 跟佛陀告洽 就走了 好 就走了 当然佛陀那时候 讲法华经是 几乎是无量的 菩萨 神文 圆诀 大小 二圣 所有的 几乎都在了 然后最后还有 所有的佛陀的分身 本是释迦牟尼佛的 所有分身 就是多宝如来要 那个 多宝如来塔 涌出来的时候 为了要开这个塔 那佛陀的所有的 分身佛 他方世界的佛都来了 属于本是释迦牟尼佛的 分身的佛都来了 那么他方世界 有一些佛也祝贺 法华经的开眼 也派 他的 他那边菩萨也来祝贺 所以法华会上 这个五千人退席 算是一点点 很少 算是很少 为净 真慢之仇 五千退席 五千人退席 这个净 这个净可以称为 鼓励的意思 真慢 真上慢 仇呢 是指 同辈 就同伴 同伴 同辈 同辈 道友 这是我们这个 同辈分的 伴侣 同伴 仇 仇这个古代 这古文解释是指 同辈 那么这是在 这五千人退席 五千人退席 它有很多作用的 在那时候的作用 第一个大作用是 因为这五千人 如果不退席 因为他不会不相信 法华经 所以 如果他不退席 他听了法华经 他会毁谤 一毁谤 他就会堕落 所以呢 从这个层面来讲 他就是 就是等于是说 让这些真上漫的 这些罗汉们 还没有正阿罗汉的 这些罗汉们 先退开 让他还有进步的空间 因为他不会因 毁谤而堕落 就让他 也慢慢鼓励他 也让他 慢慢好好修 慢慢好好修 不要因为听了这个经 就毁谤了 就不好了 好 就不好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也是在鼓励 当然有相信佛陀讲 但是内心呢 还是有点慢的 这些同辈们 说佛陀呢 他的用意 是觉得说 这五千人退洗也好 我们现在呢 这些在座的 所有的人 都是最 最 最 都是 最实在的 都很用心的 所以 来让许多人知道 有点慢性人知道 现在讲法华经 是很重要的 不能随意毁谤 不能随意毁谤 鼓励 这个 让有真上慢 很强的人 他先退洗 也让他有进步的空间 不要毁谤了 这是佛的威德力 让他们 自动退洗 那么有一点点 还不是很强的 真上慢的 他也能够 能够 有所内心 有所欢喜 也发现 把自己的慢性 也放下 觉得说 这好像不能 不是随便的 现在讲的这个法 跟以前是不同的 所以他的这个 真上慢性 就慢慢放下了 慢慢放下了 好 今天呢 我们先暂时 讲到这里 因为这时间上的关系 要九点了 好 我们这个 是到九点准时结束 好 这个 这个法华经 好 我们 因为我们今天开头 讲了很多 开头该讲的话 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进度 先少少 好 就这一点进度 下次 我们可能进度就不少了 好 进度就会不少了 就会 就按照这上面 就一直讲下去了 好 一些题外话 就不太谈了 好 希望 好 我们 要能够珍惜 好 这个法华经 好 法华经呢 在这个经论里面 他有提到 好 他有提到 好 你能够把 虚弥山 远直到其他 把这虚弥山 如果你能够 有能力 把虚弥山 拿起来丢到 丢到其他国度 他方世界 不足为难 还不算难 你能读法华经 在末法之代 能够读法华经 那才真的难 你看 那个佛陀这样形容 佛陀这样形容 所以你看这个 法华经是 是多么殊胜 其实 其实我 我现在 出家到现在 有一个 感觉 我觉得 如果我现在往生 我没有遗憾 好 因为第一个 形式上 我是练 阿弥陀佛 我觉得已经 够殊胜了 还没有看过 比这个更殊胜的 佛法 的法门 念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六支后名 我是觉得已经没有 没有再比这殊胜了 最殊胜的法门 我已经 了解了 已经了解了 只是 行的 行的功夫呢 就看 自己给自己的要求 那 解门上 最殊胜的 金中之王 法华经 我又认同 我这 死无遗憾 死无遗憾 这个 无始即来 就这两样了 还有什么呢 一个解门行门 还有哪两样呢 没有啦 还有什么呢 你讲 那个所有的金 就只有法华经 是最 最殊胜的 那其他的金呢 法华经 按照判教的讲 是讲原教 讲原教 其他的金 比如说像华言经 他在判教上 是讲别教 原教是指 殊胜的 在华言经 他还把它判为 别教 还不到原教 部分可以称原教 但是还没有 完全称为原教 法华经 不是那个 华言经 那法华经 是完全称原教 这会按照 天台中的判法 就是指 是很殊胜的意思 很殊胜 因为法华经 在讲整个大格局 佛陀的本怀 他原本的最重要目的 就是这个目的而已 没有其他目的了 所以这一部经论 已经把所有 佛陀最心中 最秘密的 最用心的 最后的目的的 以及他 他开导众生的 所有的思考的观念 都讲出来了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法华经 可以迅速成佛 所以古代讲 开悟 论言成佛法华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希望我们 大家互相共勉 希望互相共勉 我们就在这里 就做一个结束 大家请合掌 感谢观看